好各位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期视剧风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会和正常稍微有这么一点 不一样 那在停业了大半年之后的影院 现在总算重新开张 开始慢慢恢复活力 那我不知道最近各位最想看的电影是什么 欢迎各位打在公屏上 那我个人最近最想看的电影 是诺兰的信条 应该是9月4号上映 那其实像这种我期待已久的大片 一般我都舍不得去附近的小影厅看 这就像是一块你珍藏的蛋糕 你当然会希望在最好的环境下面享用 所以通常我会特地开车去城内 就为了看上一场IMAX版本的正片 而且IMAX影厅的票价是不便宜的 比普通影厅通常要高出一大截 然后激光IMAX影厅的票价 可能会比数字IMAX再贵上一些 那所以说IMAX它究竟贵在了哪里 又好在了哪里 让人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看的 这是David Keighley IMAX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 从50多年前就致力于IMAX影像系统的开发 而我们很有幸联系到了他 来讲解IMAX的技术 IMAX 从字面上来看可以总结为一个字 大 与普通影厅相比 IMAX拥有更大的荧幕 更大的影厅 更高的分辨率 以及更加强大的音响系统 标准的IMAX拥有22米宽 16米高的荧幕 其实基本上相当于七层楼的高度 而且现在不断有更大的IMAX萤幕出现 更大的荧幕 也需要更高的分辨率来支撑 比如说目前 数字IMAX的分辨率通常是2K 激光IMAX的分辨率是4K 而70毫米胶片的IMAX甚至能够达到 18K的水平分辨率 这听起来有点难以想象 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张 70毫米的IMAX胶片 与传统的S35胶片一对比 你就应该能够意识到 这个胶片的体积有多夸张 那么可以再把一个全画幅数码相机 放在边上对比一下 这就是IMAX的威力 但是由于胶片放映成本过高 设备难以维护 等等一系列问题存在 所以目前国内并不支持放映 胶片版本的IMAX的商业影片 而全球满足播放条件的影院 也是少之又小 所以我们能够在影院看到的 通常是2K 还有4K分辨率的IMAX影片 虽然听起来分辨率没有这么高 但是因为距离足够远 所以说仍然能够给你提供 相当正常的观影体验 那么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不远的将来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坐在影院的荧幕前 观看18K水平分辨率的 胶片版的IMAX影片 由于更高的画面分辨率 观众就可以更加靠近荧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就是IMAX影厅座位的高度落差 是要大于普通影厅的 这是为了让观众 在IMAX影厅观影的时候 视野不受到任何的阻碍 并且能够更好的面向荧幕中心 所以在设计时 IMAX的理念就是 你在任何一个座位 都可以获得绝佳的观看体验 当然虽然这么说 你还是会有个人的喜好 那我一般喜欢坐在 这是我个人一般喜欢坐在前部 把自己融入到整个画面里面去 虽然脖子会比较累 但是我喜欢这种 看来看去的感觉 那各位喜欢坐在什么位置 也欢迎分享一下 如果你仔细地观察 你会发现IMAX影厅的 荧幕中心并不是屏的 反而是有一些凹进去的 似乎是一个曲面的屏幕 那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增加画面的纵深感 而仍然是为了给观众 更好的沉浸式的观影体验 所以这种细节设计 非常非常重要 声音在我看来 与画面是一样重要的 IMAX通常采用的是 6.1声道的音响 那有更宽的音响动态范围 正常大概是普通音听的10倍 那新的激光放映系统 更是采用了夸张的 12.1声道环绕声系统 那相较于原有的声道基础上 增加了侧面 还有头顶的声道 那简单来说 就是它能够更加准确 更加真实地呈现声音的这个位置 和它的样子 让你感受到这个声音的形态 不论你坐在影厅的什么位置 你所能够听到的声音的音量和质量 是几乎完全相同的 那同时它采用了叫做 数字均衡点声源的这个技术 那简单来说 这是一种能够让观众 轻易找到每个声音声源的 这么一项技术 那假如各位有看过IMAX的电影 它的片头会有个倒计时 它片头就会说 从银针落地的细微声音 到飞机引擎的轰铭声 你可以明确分辨出 银针落地在何处 可以感受到飞机 从引擎上空呼啸而过的感觉 当这些技术完美的组合在一起 就产生了有别于普通影院的IMAX放映系统 就IMAX的产生满足了观众 高质量观影的需求 也让观众们拥有了走进影院的理由 而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就随着互联网内容的激增 用户的家庭观影条件 也在越来越好 影院必须要保证给观众 提供独一无二的观影体验 才能把人给留住 所以电影和技术是分不开的 那只不过技术都是要钱的 虽然听起来很美好 先不说装修一个IMAX影厅有多贵 那从制作者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贵这个字 也是完全同样适用 或者可能要更夸张的词来说 那首先 IMAX特殊幕府的影片 必须要使用IMAX的摄影机来拍摄 才可以 用普通的摄影机都是不行的 而目前我们会用到的IMAX摄影机 主要有两种 分别是IMAX70毫米胶片摄影机 和Area Alexa65数字摄影机 那像最近的800 也是中国首部只用爱丽莎65来拍摄的 IMAX电影 那阿莱的爱丽莎65为了实现这么巨大的传感器 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他们把三块传感器全部竖起来 给排放到一起来成像 才能够实现这么夸张的画幅还有分辨率 所以如果说你问 这个玩意有多贵 我想买一台到家里来放的 对不起 它不卖 只能租 就这么狠 根本就没有买的地方 那听起来这已经非常牛逼了 对吧 这个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买了 那有没有更带劲的呢 那就是使用胶片来拍摄 那可想而知也不用怀疑 这就是烧钱 或者说可能比烧钱还会快一些 要知道这样一转胶片 通常只能够拍摄一分半 到三分钟左右 所以说摄影指导最好知道她在干啥 不然一条废片的损失 就已经足够让人窒息了 说到胶片拍摄 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那就是诺兰 那众所周知 诺兰是狂热的胶片爱好者 或者说是发烧友 可能更准确一点 而且她只拍二底 拒绝拍三底 因为她认为只有使用胶片拍摄 才可以让影片的细节 会更加丰满细腻 演员的表现也会更加优秀 因为胶片非常珍贵 使得每个人 无论是导演还是摄影指导还是演员 都会有极其深度的思考 还有压力在现场 因为你并没有什么重来的机会 每一次录制 按下录制键之前 你必须都以最好的状态来准备好 然后当按下录制键之后 就是你表现的时候 IMAX公司通常也会直接和导演 还有摄影指导各个部门进行合作 进行技术上支持和帮助 那假如说使用IMAX胶片拍摄 不使用数字拍摄的话 那后期会复杂不少 毕竟是胶片 你需要扫描 还有各种处理 需要非常细心 毕竟母带就摆在那里 当你在剪辑的时候 真正剪的时候 你要在物理层面去剪它 就IMAX公司通过使用IMAX放映技术 以及提供最尖端的IMAX摄影机 让导演们脑子里的疯狂故事 成为了这些栩栩如生的画面 也让许多观众 有了更加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 那我想经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放映技术的不断演变和进化 究竟有什么意义 难道不是内容更重要吗 那更好的观影体验 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那这样的问题 也许会一直有人问下去 但是当你走入影院 抬头望向大萤幕 萤幕亮起 转眼间将你带入另一个世界 一个让你忘记身份 忘记苦恼 忘记疲劳的世界 那等到这个时候 这个问题 也许就有个答案 好了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 请务必点赞投币转发分享 这次制作非常不容易 感谢我们整个团队 也感谢新远国际影城 对我们这次拍摄的大的支持 哦对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感动的 就是Mr.Keeley 这次不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他还说 在每一部IMAX电影 播放完演职员表之后 都会有这么一个体验反馈的邮箱 那个邮箱都是由他自己亲自看 并且亲自回复的 他说他很期待收到中国观众的邮件 如果在观影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无论是这些场内灯光没有关 还是声音不过饱满 你都可以告诉他和他提 他会确保落实给我们更加优质的观影体验 所以这期就这样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